大家好 我是禮言會學校關淑寧校長 我們學校一向都是重視小朋友知識和寧德育的建立 所以我們每天的課堂都是著重中英素和主題的學習 而音樂體能示藝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學習範手 所以我們每天都會安排小朋友去做音體美的活檔 透過音樂體能示藝都會發展到小朋友的潛能 和讓他們抒發適當的情緒 所以這也是我們所重視的 而介入了2017年修訂了火城史引 也著重自由遊戲 所以每天我們會安排小朋友在不同的時段 例如分組的時間我們會安排一些桌面的遊戲 又或者在體能堂亦都會有一些大型的自由遊戲 讓小朋友去進行 另外在課程指引入面 亦都涵蓋了六大範疇 包括有科學活動 幼兒數學 或者是語文 我們都在這些不同範疇的裏面 都是加強小朋友的學習 好 其實小朋友今天都是做了英文春日的活檔 我們學校的英文春科老師和本地老師一起合作 想了很多很有趣很特別的活動 去讓小朋友參與 期望讓小朋友從遊戲中學習英語 提升小朋友學習英語的興趣 和他們講英文的自信心 因為我們在幼兒階段 都是重視小朋友願意接觸英文 他們對英文產生興趣和在講 聽說方面 小朋友都是表現了自信心出來的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有趣的英語活動 帶動到學校的英語課堂活動的氣氛出來 這是我們的目的 另外科學活動也是 因為小朋友這個階段 他們很好奇的 很有探索精神的 所以我們都會透過一些探索活動 去提升小朋友的好奇心 讓他們對身邊環境周遭的事物 都是有一個願意學習的心 願意去探索的 至於剛才也有小朋友 玩了一些模擬活動 因為小朋友這個階段 都是透過模擬模仿去學習的 而我們學校的環境 校社都是有很寬闊的空間 所以我們都利用這些空間 去設計一些模擬活動 譬如剛才小朋友在活動室 進行一個模擬的交通 透過這個活動 小朋友認識到一些交通規則 又或者去做司機 或者做行人的時候 他應該遵守的交通規則是甚麼 所以我們都是透過活動 讓小朋友從經驗中 從做中學去學習的 至於我們學校 也都在四樓那裏設有圖書館和電腦室 我們也會安排小朋友使用這些設施 例如圖書館 我們都有豐富的藏書 還有每一年我們都繼續運用教育股的資源 去添購一些有趣的中英文 或者宗教方面的圖書 品德方面的圖書 希望豐富不同類型的書種 讓小朋友去接觸不同的故事 或者透過故事去學習不同的元素 而電腦室也是讓小朋友 可以去提升他們的資訊科技能力 所以我們都是讓小朋友 在幼稚園階段 都是初步接觸電腦 而電腦裏面 我們都會找一些益智的遊戲 讓小朋友去透過操弄電腦 去合集一些知識